新求人者教授已经上线两天了 一直没有时间水视频 但是很多同学私信叫我水 理由还是那句话 只有我的解说能看得懂 好吧,那我就来水了 我没有去了解教授的背景故事 但是看他跟尖管猎犀放在一起 那教授应该是猎犀还没变异之前的样子吧 这就跟小丑和哭泣小丑一样道理 教授有四个外在特质 看起来很复杂 但其实机制很简单的 我们直接去演示一下 这个灵片就是教授的主要技能 灵片硬化 旁边还有一根针 这也算是一个辅助技能吧 那先来说第一个技能 灵片硬化 通俗点讲 就是给自身加一个一秒钟的护盾 可以抵挡一次监管的普通攻击伤害 如果抵挡成功 监管会被击退 监管从击退到恢复行动 需要四秒钟时间 这四秒钟已经足够教授跑很远的距离了 感觉这很牛逼啊 但是因为灵片硬化只有一秒钟 虽然这个技能 当然还有一个效果 就是可以影响监管的出刀时长 0.3秒钟 但是毕竟0.3秒 对一般人来说 等于没有影响啊 所以没把握好监管的出刀时机 其实很容易抵挡失败的 这里的失败包括监管没有出刀 或者说 护盾消失后再出刀 这都算失败的 但是不用担心 抵挡失败后 在8秒内还可以再示范一次护盾 同样可以抵挡一次普攻伤害 也就是说 如果抵挡成功了 那就没事了 如果第四抵挡失败 还可以再对一次抵挡的机会 就大大提高了这个角色的容错率 好 再说一下 辅助技能 退灵 只要教授给自己打一针 就可以在原地推现灵片 求生者经过灵片 就会自己捡起来 同样获得一个护盾的技能 但是这个护盾效果呢 没有教授自己的强啊 因为抵挡成功后 监管恢复时间只需要1.78秒 而教授自己抵挡成功后 监管需要4秒钟恢复时间 但是呢总比没有要好吧 起码可以抵挡一次普攻伤害 不过呢 这个退灵的技能 冷却时间120秒 所以一局下来 估计也用不了几次啊 但是不要慌 除了教授自己可以主动退灵 其实在每个地图的固定位置 已经提前安置好了三个灵片 而且求生者是可以看到灵片位置的 所以必要的时候呢 可以往灵片位置走 关键时刻 还可以捡起来挡一刀 但是其他求生者 用过一次灵片后 120秒内也是不能使用第二次的 好 下一个特质 灵皮 这个也是可以抵挡伤害的 不过不是抵挡普攻伤害 而是那些四分之一血的技能伤害 比如斑斑的炸弹 雕刻家的雕像 每一局呢 只可以抵挡一次 但是网易呢 就很鸡嘴啊 注明了不能抵挡约瑟夫的镜像 和破轮的穿刺伤害 好 最后一个特质是一个debuff啊 就是使用退灵后 30秒内破异速度降低10% 其实影响也不是很大 那么教授的技能就介绍完了 大家有什么感想啊 就我个人而言吧 我第一感觉就是 教授是一个强力的救人位啊 为什么呢 很明显啊 灵片硬化嘛 可以抵挡普攻伤害嘛 很明显就是针对双刀监棍者的 而且还有一个退灵技能 可以保护队友的 我的想法是这样的啊 不知道对不对 比如我走到椅子附近 使用退灵技能 即使在椅子旁边 吃了一波技能伤害 也可以使用灵片硬化 抵挡普攻伤害 稳稳地把人救下来 被救的人呢 还可以捡起旁边的灵片 获得护盾 这样R6的机会就大很多了 当然 这都是理想状态下的想法啊 毕竟教授正式上线后 监管也会找到应对的方法嘛 对吧 好 这就是我对教授的一些看法 大家有什么看法呢 也可以说一说 毕竟我说的也不是全对嘛 对吧 这个教授的技能呢 其实也蛮简单的啊 大家应该看得懂吧 好 那么就这样吧 下期再见 拜拜